噢 做得很好欸 對啊 那根本就是女生的胸部吧 妳要來一點吃 她妳很快死我 來到了 好期待見到她本人 完全沒有那個 門頂 直接敲門 嗨 讓我歡迎 嗨 哈囉 希望愛玲 哇 我現在要先稱讚一下 今天第一次見到本人 本人真的是超級鮮 她有沒有超好 妳就是女神 哈哈 那愛玲先跟我們簡單的介紹一下這裡 這裡的話只有8坪 租金的話是19000塊 這個在新北市都可以住個兩房三房 啊這個裝潢是妳原本就有的還是 是我又花錢用的 但是包水包店 冬天冷氣都沒有停 我都沒有在停的啊 妳看我這裡沒在停這樣 被氣球開始哭 所以妳就是看上包水包店 因為平常搬上來在家的 不是 因為我剛搬上來台北嘛 我就不熟台北要住哪裡 我想說啊西門町好了 反正就算沒去過台北 就知道西門町在哪裡 然後我選住的地方 我尤其喜歡冷很多的地方 沒辦法接受就是 家裡不一定有公司的遊戲 有那種養老氣息出現 我就覺得 不要 可是這裡晚上會很好嗎 不會 因為樓聲很高 對 這其實聽起來很高 現在那個隔音還不錯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房間的規劃 進我家的第一區就是這個 玄關區 妳可以看 喔 這樣拉開的 這樣拉開的 然後裡面就是跟鞋啊 跟鞋 最平常比較常穿高跟鞋 跟鞋 長靴 靴子類 喔 至少是這種可愛的 那襪子怎麼還塞在裡面 因為它是一套的 我就懶得把它分開來 妳知道我有多懶 妳知道我有多懶 妳知道嗎 妳要我來啊 我換給妳拿 歡迎 反正受罪的不是我 沒有味道 沒有味道 然後它的長靴都會放在後面 我放在這個鏡子後面 然後這邊就是我的包包區 包包區有四個 包包區 最常盃是哪 包包常盃應該是這個吧 這個很可愛 可愛 從我姐房間偷來的 我好奇問一下那這一盆是什麼意思 這是我巨寶盆 這是我最新的發明 就是一把零錢呢 全部堆在門口 自從我把這個 放在這裡之後 我收入搬了三倍 所以有這盆很重要 有這盆很重要 叫妳別動它 對不起對不起 然後就把鑰匙放在上面 進門的右手邊 才會放 啊這個裡面是什麼 這裡面是雜物堆 比如說洗衣球啊 它有一個鏡子 這個是原本房東內建的鏡子 但是實在是 太細長了嘛 有點不太和氣 那燈光也有點不修和 不對不對 我就新增了一個 等一下 聲音是可以一直轉換的嗎 為什麼不行 那現在這個算是 你原本的聲音還是 正常是這個 這個也很女生啊 比較乾比較扁 對 就比較天上中性 那它其實聲音跟我滿像的 我聲音也很常被說 妳是便系人嗎 還是妳很常喝酒跟抽煙 所以妳真的是 抽煙抽太大了 不是啊 超大全身鏡 妳特地來請設計師訂製的 會嗎 就 80萬吧 蛤 還好是工商啊 但是我想要問 因為妳的鏡子剛好 半正對到妳的床 這樣會不會影響到妳睡覺 因為我在妳房間 因為我覺得放鏡子很開闊 可是後來我放一陣子 發現我睡到完全睡不著 我一直忍不住去看那個鏡子 我就喜歡這樣醒來的時候 美美可以看到自己 那畢竟我睡覺的時候也沒有 好想睡啊 好我們來賓很可愛喔 沒有錄影的時候也一直在跳舞 我真的認真跟妳說 妳真的就是女生 妳很女生 謝謝姐姐 姐姐妳那個煙燒 妳幾歲 妳幾歲 妳要小心叫我姐姐 我不滿意了 妳幾歲 這一區的衣服 冬夏天的全部都在這 全包 因為我是那一種 喜歡哪一件 就會一直重複穿 那觀眾我不會一直說什麼 妳的衣服都是重複的 有啊 後來他們會說 怎麼又是這件綠色的 他們都懷疑我VLOG 是同一天拍的 那會常常洗衣服嗎 是香的啦 超少超少洗衣服 超少在洗衣服 因為女生衣服 有時候買很便宜 妳就寫了 就會變色 然後妳就不會想穿了 妳就等於浪費掉 所以乾脆就不洗 穿到爛掉 穿到爆炸 那我們來看一下幾櫃子 是房東留下來的櫃子 我裡面都放了一堆 有的沒有的東西 這區主要是那個 化妝備品區 這是藥物區 一些美白啊 保健啊 那上面 這是內衣專群 你都穿什麼內衣 通常都穿小可愛啊 或是這種 阿嬤內衣 所以你不會買那種 眼罩啊之類的 有 有 有有決戰系列 我知道是白色 喔 這邊是綁蝴蝶結的 新穿蟹的感覺 好可愛喔 那這種是什麼時候 決戰時刻會穿到 你有已經覺得 做好準備的時候會穿 還是是 鐵包 是玩到沒什麼好玩的時候 不會第一次的時候就 第一次的話太心機了吧 欸可是我的個性是 假如說我跟這個男的 我覺得我剛剛已經 水到渠成了 我那天就直接穿整套 他就會知道說 哇原來今天不是他吃你 是你吃 可以可以 然後這邊去我的廁所 非常的簡約 像是有一種東西 很對我很重要 就是這個 浴巾 我是浴巾富翁 因為我很少洗衣服 然後一天用一條 你可以一個禮拜洗一次 欸可是他那個放在一起 你會不會擔心 這要擔心什麼 會爆炸啊 那金座怎麼會有 一氧化淡重的 對對對 之類的 那就 紅顏薄命吧 OK那我們接下來 這一小車就是你的 保養品專區 請問這個 在問辣椒醬對不對 這是 超好用的林卡辣椒醬 沒有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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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減肥聖品啦 因為我自己很愛吃辣 你就去買一個什麼 生命劑 加在裡面 超辣超好吃 它跟我這些保養品一樣 都是我的生命 所以我都把它放在這裏 那冰箱有什麼可以看一下 哇 冰箱的東西超多的 甜我一個 一二三 一罐豆漿 一個巴拿拿 所以你冰箱不囤東西 表情 我不囤東西欸 我只要食物放到冰箱裡面 就忘記它的存在 那香蕉可能 你下次來還在 哈囉 然後這邊就是我工作區 我大概每天 十二個小時都被束縛在這張椅子上 那是主要都是以直播為主 主要的話 現在還是以主頻道 跟電商為主 做什麼電商 我現在代言的是那個 泰國的保健品牌 然後自己現在也在開發自己的 新的保健品牌 會在今年的四月募資 大家還請多多幫忙 好 那你再給我連結 沒問題 OK 介紹完了 那我們現在就差不多準備要出門吃飯 你也可以準備直播 因為艾比有跟我說 就是她每天晚上八點的時候 會在西門町找一間店 隨機吃 然後直播 所以我們等一下就跟著她去直播 沒問題 好 那我們就準備一下出門吃飯 GO 吃飽到家 我已經覺得差不多結束了 哈哈 這麼快嗎 我今天吃飽到吃飯吃兩個多小時了 回來我都覺得已經可以下播了 你知道嗎 沒有啦 現在進入我們夜晚的娛樂時間好嗎 所以晚上吃完飯直播完回來 你會幹嘛 玩交由軟體 我自己之前就是有工商過幾次交由軟體 然後在工商那一陣子的時候 我有試著去玩 但我發現我有點無法跟那些男生們聊天 我不知道起手室是什麼 然後我也不知道我要怎麼去撩人家 那今天就教你撩爆 我跟你講我在屁股上可是有99.9%的配對率 也就是我不管滑誰 進入都是成功 接下來我們有更刺激的要來看了 剛剛呢 愛理說還要讓我 親眼瞧瞧 見證一下 在泰國做這個 變性手術的成果是什麼 然後 變女星應該也沒看過吧 從來沒有 然後因為我 我就是女生嘛 所以我知道女生下面會長怎樣 所以我想看從那樣變這樣 會變怎樣 那我們就上床上來做這件事 上床上嗎 紮巴 好刺羅 還是我對著鏡子 然後妳從鏡子這樣看我 好來喔 好來喔 哇 欸真的 就是女生欸 你可以 圍開嗎 我看一下 女生坐下來呢 對我不會拍到你 啊 很厲害欸 你不是說如果類似的話 你要給我看你呢 這要加碼時刻 愛里要給我看胸部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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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很好欸 對啊 這根本就是女生的胸部吧 你幹嘛有點痴漢 你很斷除啊 很厲害 那你可以進來讓我抓一下嗎 可以啊 我是從A做到E 側面垂對的感覺很好 前面 其實根本摸不出來啊 現在到黑科技了好不好 稍微有比較硬一點點 唉 你要摸摸看 這不是蠻軟的 對 我以為是有點很硬快的那種 我死了啊 我死了 卸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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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卸妝會差很多嗎 普通欸 眼妝差最多 其實我是不卸妝的 今天如果化完妝 然後我就直接去睡覺 然後我隔天起來 我就噴水然後直接重壓一次 我就這樣比較有效率 因為我化一次妝要一個小時 你是要卸啊 所以你今天的妝是什麼時候維持的 我今天的妝為了你 我重新化了一次 這是今天早上的妝 這是新妝 你看一下 我現在是一邊有卸一邊沒卸 這邊是卸了 有差嗎 我覺得應該是沒差 還好沒有到很大的落差 好的終於來到我們 這以前談心的時間 準備了幾個問題 要來問我們的愛理啦 第一個問題就是 是什麼時候覺得自己 開始想要當女生 有發生過這樣的事情嗎 是怎樣的契機 所以一開始是 我在小幼的時候 然後覺得自己 跟別人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但不知道自己是想當女生 或者是一個像外星人 就像是 你跟你同儕會討論說 你喜歡哪一個女生 那女生是很可愛 但是我對女生感覺是 氣度還有憤怒 為什麼可以化妝 為什麼可以打扮 那我反而一定被拘束穿上這些 我不想穿的東西 到我國中時期 在奇摩家族 就發現一個社群 裡面都是講跨性別的事情 原來我是這個情況 原來我對於女生 沒有喜歡的感覺 只有憎恨 是因為 你又被憎恨我 姐姐 你應該怎麼會這樣 姐姐出不去囉 姐姐就被殺在這了 冰箱請囉 然後 對 就在裡面獲了大家的幫助 那也是我在第一次不示範 然後存錢買女裝 然後自己穿上 然後壓箱在全身廳前面 拍一張自己喜歡的照片 傳在網路上 那時候其實很感動 就是大家給我很多的好評 我就覺得 只要努力還是可以辦得到 因為那時候我的人緣很差 而且怕被排擠 我就會買很多禮物啊 比如說熊的大玩偶啊 去收買閨蜜們 來教我化妝保養 然後到大學就開始很普及 都會這樣穿出門 正好相反 高中的時候 人在家裡穿 人就是偷偷摸摸的穿 但到大學的時候 我要大解放 我要考到一個外地的大學 但是那時候我跟我家人翻臉 整個家對我 是很反感的 他們覺得我 他這樣怪我 然後不男不女 我就覺得 讓家裡這麼難受 那要不要我試著 做一個男生看看 主要大事一個轉捩點就是 班上呢 要辦一個角色扮演 那我們班上大多數是男生居多 然後裡面有個角色是女性 抽到那個女生的人 就要辦那個女生 就那個好死不是 就是我 那我就拿出我在宿舍 擺了四年沒用的女裝跟假髮 看到鏡子那一剎那 我就突然又攔起 心中的激動 這才是我要的 所以我就從那時候 就下定決心說 不管以後誰反抗我 我都勇敢堅持下去 我想要拿到的東西 直接跟爸媽坦誠 我就是要做變性手續 我覺得我比較幸運的是 我那時候就開始做Twitch 然後被康熙來了看到 上了康熙來了之後 又被大陸廣州的那種直播公司看到 然後就把我挖角到廣州做直播 所以那時候存了蠻多的錢 我就用那些錢做龍胸啊 做變性這些 那想要問說就是在這個過程中 遇到最大的挫折 剛剛有講到 其實算是爸媽的反對 不只是爸媽的反對 是當你說出口 你想要變性的那一瞬間 經不說爸媽 朋友就會說 喔好啊我支持你啊 很做自己 然後從自己後來開始漸行漸遠 跟別人說父母啊 我爸就說 啊你弄得我 心臟好痛 不要跟我講這些了 我不行了 就開始演八點檔劇情 然後我媽就大飆累 然後去那個診所啊 然後我兒子自豪 我把我兒子還給我這樣子 可是到現在 媽媽已經有覺得OK 就算你讓你去 接受自己有多一個女兒這樣子 爸爸的話就是 沉默 因為爸爸比較在意的是那個 團中接代的部分 那這樣做完之後 是不是就不能團中接代 啊對 就做完的 妹妹沒有月經 沒有子宮 沒有卵巢 其實他都跟女生一樣 就是如果你要說有水啊也有 高潮的話 感覺也都有 那個水是什麼 那這樣子的修復期 坐下面大概是花很多的時間 嗯 那時候在泰國躺40天 而且我聽說很痛苦對不對 因為它好像什麼傷口 會一直合起來 你要拿什麼東西把它撐開 對 不只要去兼顧傷口 還要去維持它的外觀 因為像你做個鼻子 它只要好看就好 它這個是要好用好摸 又要好看 真的 我想到就好 好痛喔 有算過自己從頭到尾嗎 除了花了這麼多努力跟時間之外 有算過花多少錢 我沒算過 但我們可以現場來統計一下 泰國的手術 這個50萬 上胸的話是20萬 做下巴結骨 然後下蕭骨 然後還有鼻翼 然後還有全臉補齒 是55萬 現在有做牙齒 差不多40萬 然後全身的雷射 腿是打了25次 還有腋下 然後陰部 臉 鬍子 可以算個20萬左右 再來就是荷爾蒙藥物的部分 雖然台灣部分的健保有幾副 但每年看診回診的話 我一年估計也得要個1萬到2萬 這樣就這樣 哇 真的很辛苦耶 所以誇信妳有沒有更努力賺錢才行啊 對 那妳當初在當男生的時候 妳是可以很接受妳的下面 還是妳是很排斥他 這也是我想到變性手術的主意 就是妳原本那個弟弟從小就給我一種 很厭惡的感覺 那我甚至曾經嘗試用 咋啦 割掉 但是用了一點點就發現太痛了不行 這樣各位千萬不要 會死 真的不要 那妳變性成功之後 那個觸感是就是跟女生一樣的 因為我現在發生過性關係 差不多5到6位 然後他們給我的回饋是 比一般的女生還要緊一點點 再來就是很讓自己不舒服 就是每一次做幾乎都會流血 因為他是人工的嘛 那他如果你不做愛的話 他會慢慢的縮緊 三天兩天就差很多 所以平時如果沒有做愛的話 醫生會發給我們一個棒子 大概一個禮拜要用一兩次來維持他的那個 好幸福 就很像耳洞妳懂的意思嗎 我懂我懂我懂 妳應該要塞著 對對對對對 想到覺得很痛 對有點痛 好的那最後一個問題就是 知道愛玲有去泰國參加 選美為了台灣去出賽 想要問一下當初為什麼會毅然決然 就覺得好我要去 因為其實大家都有看過那種電影啊 然後一些影視作品啊 常常看到泰國人以後就是 Sacina 泰國人真的很漂亮 就泰國的畫性別姊妹 算是全世界最漂亮的 但台灣其實比較不重視這一塊 台灣的畫性別比較重視法律 人權 但其實我覺得給人最多的 影響力的還是外表 所以我就是為了想要知道 泰國有多少的資源 應該說我這次沒有打算去奪冠 我是想過去跟他套個關係 然後看看能不能挖到更多泰國的資源 可以把它帶回台灣 然後幫助更多的姊妹這樣子 那參加這次的選人比賽 聽說花了很多錢 花了大概五十多萬吧 因為我們是三個人去的 包含攝影師 化妝師還有我 而且是不包含禮服 不包含比賽用的東西 還好禮服是有贊助的 好 波音姐 真的是很可怕 今天有沒有覺得 真的是大開眼界 聽著你剛剛這麼多的奮鬥時 跟困難的痛苦 覺得你真的是很厲害 如果想知道更多我的奮鬥故事 請查我的書 我的冷腰同學 各大實體通路買起來 或者是也可以去關注一下 愛里的YT 主頻道是愛里 主要講是跨性別相關的主題 那愛里的波波是我一個休閒的直播頻道 對 大家都可以去關注一下啦 那也非常謝謝大家 記得收看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